法洛斯有發現我們 音質變好了嗎 音質變好了嗎 好重來重來重來 音質變好不一定要唱 嗨法洛斯 歡迎回到花了發露 花了發露是一個花了Fuck的諧音 我們想要分享在創業和生活中各種 花了Fuck的moment 我們的頻道定位 就是沒有定位 但是我們三個 902 吐司編我 咖啡編美編 會和你們聊聊關於創業 因為我們三個正在創業 我們成立了一個共享空間 以及銀色大門老人送餐平台 我們會在這裡 與你分享我們的創業過程 以及我們三個截然不同個性 對於社會觀察 自我成長等許多議題的看法 那就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吧 嗨 followers 有沒有發現我們的 我們的音質變得超好 欸有 欸怎麼樣 超好的 這是因為有月月浴室乾媽 贊助我們這個很棒的獨立音樂空間 對 獨立的錄音空間 那在台北的北門站附近 捷運站走路不到五分鐘就到了 然後空間逐漸 好像是以小時去計算的 因為我們這集有特別邀請一個神秘嘉賓 所以我們約了一個很不錯的空間 然後約浴室就贊助我們這個空間 所以在此感謝他們 耶 而且其實還蠻巧 這個空間我們一開始在問說 可不可以就是用這種合作的方式 對 來一起聯盟行銷 然後結果我們約好之後 興高采烈 結果發現說 欸今天的那個神秘的嘉賓 其實本來就已經是他的朋友了 真的很巧不是約好了 對 而且你的聲音聽起來真的很性感欸 咖啡邊 蛤 你不覺得嗎 性感 而且你剛好一直搶我 好 所以我們直接就是直接像下去flow下去 然後就介紹我們的神秘嘉賓嗎 好的 沒有我們有一件事情要做 什麼事情 我們要教功課 什麼功課 喔 你說口播稿的部分嗎 對 我們就直接照顧 我們剛才不就是要取代那個口播稿了嗎 對啊 沒有啦 就是還是要講一下啦 蛤 好 那我們就是這邊講一下 月月浴室給我們的口播稿喔 要講嗎 我一直覺得不要 真的不要講嗎 對啊 好啦就是他大概的大意就是 月月浴室Podcast錄音室 呃 是一個專門給Podcast創立的獨立 呃 錄音的空間 所以有Podcast 現在可能因為經費預算的關係 沒有辦法用到很好的設備 這邊可以臨時租借 我覺得是很不錯 因為像我啊 圖士編本人 就很嚮往這種很ShopPod的 錄音的設備 這邊都是 直接都是設定好給你 你只要帶電腦來這邊錄音就好 然後這邊空間不是 呃 像一般很嚴肅的一個錄音環境 好像進來就要素然其境 就是它很像一個小房間 真的很 素然其境 就是一個套房的概念 所以可以 欸他還可以鼓勵大家來這邊吃飯啊 喝酒一邊錄爬 開始 可能還這邊可以蓋棉被 然後他說 亂講什麼蓋棉被 對的時候 可以在旁邊睡一下休息這樣 好 那大概就是 這樣子 月月浴室 月月兩個字是快樂的樂 然後浴是公寓的浴 然後室就是教室的室 這樣大家可以上網搜尋 耶 謝謝今天的乾媽 謝謝乾媽 感恩 好喔 所以我們今天神秘嘉賓要不要 我們 先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認識這個神秘嘉賓 嗯 其實大家如果有聽前面幾集 就知道我們有就是參加 今年第三梯的色氣流孵化器 嗯 孵化器我們之前有提過了 如果你們還忘記了這件事情 的話可以去聽我們前幾集 對 總而言之呢 他就是也是跟我們一樣 一起在創業的一個同路人 對 然後我們就是在一起參加一些像是demo day啊 或者是參加色氣流的相關的輔導課程的時候 然後就彼此認識 那我們就發現說 欸其實大家在做的事情非常好 然後呢我們就 也想要一起合作這樣子 所以透過這個音頻 我們來邀請他 嗯 好 那我們就邀請 木真豆的創辦人 張燕真Clear Woo 我們要用那個音效 那音效發現太吵了 好 所以可以跟我們的Followers打聲招呼 他現在非常緊張 他錄音前還給我去換衣服 我想說 這不是Podcast嗎 為什麼要換衣服呢 對 哈囉大家好 哈囉各位Followers大家好 我是Claire 對 Claire Claire 你們對Claire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Clean clear 哈哈哈 對不起 路德青的廣告 三條線沒事 好 第一個印象喔 就是 我先講好了 我是咖啡編 欸今次 不是今次 我們這一次好像沒有分別介紹誰是誰 沒關係啊 大家都freestyle 我們聲線應該都很明顯 大家如果都分不出來 那不是我們的鐵粉 我們還不是在下衣 哈哈哈哈 很做自己 就是一開始咖啡編我 我會有印象的就是我們第一堂的實體課程 然後他就坐在很靠近很靠近那個 投影幕的前面 然後講者那時候我們是邀請那個吧 不是我們啦 是色氣流邀請那個 印花樂的創辦人 共同創辦人來分享 Emi嘛 然後我就看到他就是很踴躍的回答問題 然後我就覺得哇這是一個很認真的人 就是雖然現場的人都很認真啦 我們也自己拿出來那個筆電在那邊打字 你們也很認真啊 對 可是你的認 就是你認真的側臉吧 其實那時候我就覺得印象深刻 很正這樣 天啊 欸我可以講老實說他真的是蠻正的 對 我那時候還不認識你的時候 我跟美邊還有咖啡邊說 欸那個女生好像有點像田富貞 屁啦 什麼田富貞 哪裡哪裡 我跟你講真的 大家都去上課 你們真的有在感情 哪裡田富貞啊 我要叫緊張 你很誇張 真的 喔這是創業界的田富貞 喔創業界 哇 瘦江界的田富貞 每一次跟我們Feed的人都會被我們取綽號 對 而且就是真的之後就會跟著 大家都會跟著叫你這樣 沒有然後那個被取的人都 都未必喜歡 就很害羞這樣 你就覺得有嗎 應該是無言 因為Clear也很年輕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欸而且他是一個人創業 我覺得還蠻厲害 因為我們至少銀色大門啊 就是花了發露這個三小編 其實是三個人一起創業 在三個人創業的過程中 就已經覺得很辛苦 然後覺得一個人創業的時候 不是更孤單寂寞嗎 嗯 當初怎麼會想要踏上這個創業之路 一個人其實真的蠻孤單的欸 嗯 講一講都覺得 嗯 怎麼會踏上這條路喔 嗯 其實如果會選豆漿這個主題的話 其實是因為我小時候本來就不敢喝豆漿 然後還是我媽媽自己研究豆漿 然後後來就是終於獲得家人的認可 然後終於自己開店之後 才慢慢喜歡上豆漿 嗯 然後接下來其實就是 心中一直有一個自己品牌的夢 就很想要有一個自己的品牌 不希望只是做買賣的那種 是希望真的跟人有真實連結的一個品牌 但其實講起來很虛幻 但加上我也是一個很衝動的人 所以我就毅然決然的跟老闆說就是 我想辭職這樣 嗯 對 然後 對我 那我但 嗯 怎麼會是三 我有聽到你們是三個人 對 那 一開始其實我真的沒有想這麼多欸 就覺得一個人 且 且戰且走 對 就是我們先一個人試試看 那怎麼樣去踹出什麼東西 也許再找夥伴 其實接下來也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就是 確實有一些朋友想加入 嗯 然後我其實現在也不算是一個人了啦 但只是 還沒有機會跟大家介紹 然後 呃 但這路上有很多朋友陪伴 嗯 就是最大的支持了 嗯 所以 木真豆啊 有什麼特別的故事嗎 就是 我們知道現在市售的豆漿已經非常多 像 筒叉啊 光叉啊 甚至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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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那 木真豆想要就是 在這 眾多的品牌之中到底要給消費者什麼 特別的感 感受呢 還是什麼故事 有別於這些大品牌 其實我覺得如果要跟大品牌比通路 或是比銷量 或是比產品的功能面 嗯 我都覺得其實很難 在短時間內快速的達到 嗯 所以 呃 如果是分成兩部分的話 就是產品的部分的話 我們主意打 當然是 使用台灣的大豆 然後 濃度最高 蛋白質最高 那 其實我覺得在跟 市面上的豆漿比起來的話 功能面其實很難去建立一個 很高的門檻 但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我們一直保持那個初心 是我們跟台灣在地的 嗯 好農合作 我們真的希望可以把 好喝的豆漿去推廣出去 不管是國內跟國外 然後我們也很用心地在製作的產品上面 嗯 在創業的整個試營運的期間 其實我也就花很多時間在調整產品 然後讓很多人合這樣 然後 目前其實回饋其實我都很不錯 回購率都是五成五六成以上 嗯 那我想問說 這樣子成立木針豆這個品牌 就是已經幾年了 還是做多少時間 很短欸 嗯 其實我今年三月才離職 就一離職就疫情爆發 喔 哇 對然後但是就覺得 好啦那沒關係 就 本來就是個樂觀的人 那就繼續樂觀下去 嗯 所以就持續做這樣 所以其實沒有很短的 沒有很長的時間 大概就是從三月到現在 大概半年多 哇那這樣子 可以簡單分享一下你是怎麼分配 也就是 你是今年三月離職嘛 對 那你是怎麼樣開始去做任何一切的 這個行程跟規劃 比方說 喔我大概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像喔以銀色大門為例好了 是 我們也是去年八月的時候才開始 那那時候我們就是決定先找 我們合作的餐廳 可是在那之前我們有做一些長輩的一些 調查這樣子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進程啊 可以分享一下嗎 其實我也看過很多就是創業的SOP啊 系統化我都覺得我一定不是那個 很聽話的學生 我好像都沒有按照那個什麼 矽谷的集中 啊 30歲以前創業的 什麼什麼 嗯嗯嗯 我我 但我還是有做一些小功課啊 就是我還是有準備 簡報 然後大概 但是是 我自己回頭看都覺得是一個很 很 然後是很小 矛頭在做的事情 但是 很感謝前輩們 願意聽這些簡報的 呃想法 然後給我一些建議 然後 我因此得到這些相信的力量之後就 就就就就繼續做 嗯嗯嗯嗯 應該說是你一開始的那個行為是什麼 一開始你是先去找產地嗎 先去找這個大豆的小農嗎 去找供應者 還是你一開始呢 是做了什麼 做做去找廠商嗎 還是什麼這樣 其實我什麼都沒有 我就是那一份 那一份 那個那一份想法 真的喔那這樣子 因為我們認識你的時候 是 第二次見面 對 然後你就帶了好多個豆漿 你的產品 然後就發給現場 就是參加那個demo day 練習的這個課程的學員 對 然後所以 我們摸到這實體的時候 就覺得很驚叹 因為其實很精緻 而且就是 你送的是小罐小罐的 然後有黑豆豆漿 然後還有原味豆漿 對 然後所以你說一個簡報 要怎麼變成一個 就是一個實體的產品 這個過程 嗯 有些人會覺得我速度蠻快 但我心裡還是覺得我速度不夠快 嗯 我的方式 最初真的就只有簡報 然後 從一開始 其實那個找產地啊 那是後來的事情 那都是我 特別就是 打聽一下哪邊有豆子 然後我就從東部到西部 就到產地去進住個幾天 然後我們就真的去跟農夫聊聊天 然後最後是原本很音響天開 想要自己做豆漿 嗯 但後來發現其實 訂單量我真的無法附和 嗯 然後 所以就是 但是又同時想要延續 媽媽製作豆漿的那個風味跟工藝 所以就是 找很多不同的合作的工廠 然後請她 能不能幫我做出一個 像這一瓶豆漿的味道呢 然後我們其實 來回也弄了好 應該有三個月 所以你們那時候拿到豆漿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接近快半年的時候 我都覺得速度其實不夠快 嗯 因為像我們之前 我們嘉義大學的嘛 然後就是有食品科學的 系所的朋友 那其實 要去找這些廠商 是很困難的 原因是因為你要有一個量 對 就是一般廠商不會去接 這麼小量的訂單 你是如何突破這個困難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很了不起 如果 我們一開始從你 要去打入食品這一塊 那個廠商就會要求說 喔那我一次要至少 多少多少量 我才會幫你生產出一個樣 就是 可是你覺得 從一個簡報開始 這 中間在找那個廠商 不是很困難嗎 我覺得你問到很好的問題 就是 一般人真的不會理我 我真的覺得沒有人會理我 就是 一開始你根本 連賣在哪裡都不知道 然後 用那麼小的量 就占他一個限制要理我 但我 就真的就是 跟他約個時間 坐下來好好的聊說 欸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 那 當然我就分享我們家 從小就是做豆漿的這個 這個部分媽媽 然後第二部分是 我跟台灣百大的農夫一起 我後來就跟這位百大農夫 他們家五代都在做種農這樣 我就跟他兩個人去找那個 合作廠的老闆 就跟他說我們想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 我知道你們有在做豆漿 但你們用的不是台灣豆 能不能讓我們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知道台灣豆成本很高 我知道你們不想用 台灣很多廠商也不想用 但我們想試試看 那老闆就用那個台語的口音 就說 我懂 他有點捨不得 就是 為什麼要做這麼蠢的事情 但是他還是答應了嘛 對 這跟我們好像 因為我們在找一些老人食堂 或餐廳的時候 人家都是好幾單在接著 然後我們就說 這邊只有一個長輩有這個需求 可是我還是要跟你合作 甚至為了這個長輩 我們還是要簽約 他們就說 對 就是想說 因為他 為了你的一個長輩 然後或者就好像你的廠商 為了你的一罐還是幾罐 有可能會失敗的豆漿 他要花了時間坐在那裡聽 所以就是可能就是真的是 被你的誠意感動 還是被顏值感動 沒有 被你的誠意啦 就是一種 我覺得是誠意啦 被感動了 對 好棒喔 可是我想要問一個很外行的問題 就是剛剛提到說 木真豆是用台灣的大豆 那所以剛才提到的那些大品牌 他都不是用台灣的大豆嗎 那他們都是用哪裡來的大豆 我覺得每個廠商不太一樣 但他其實標示都寫得蠻清楚 就是大部分啦 都是用美國跟加拿大的豆子 因為台灣大豆成本是 就是外國的大概三倍 兩三倍都有這樣 然後 對他們來說當然就也 因為其實外國豆子品質也蠻好的 也品質也蠻一致的 所以 確實沒有那麼大的誘因 讓他們非得使用台灣的豆不可 那 但台灣豆在 我從 東部長農夫到西部長農夫 進駐聊天的過程中 我發現其實 台灣豆有它自己的風味 然後我們也嘗試過不同地區 包括花蓮跟桃園 用不同地區的豆子 做出來的風味 確實有些不同 然後我們最後就是採納了 就是我們想要合作對象 我們從這個區域先開始 看能不能做點什麼 讓大家發現 我們豆漿很好喝這樣 其實很多人 我有很多顧客 他的小朋友其實不敢喝豆漿 就跟我以前小時候也一樣 然後他們說 但是我小朋友居然敢喝你們豆漿 就是 收到這樣小小的回饋 就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我們自己真的有喝過 就是木蒸豆的豆漿 是真的跟外面不一樣 因為 蛋白質的趴數是很高的 就是12%嗎 還是 12是濃度 12是濃度 對 那我們最高的蛋白質 大概有每百末有7克蛋白質 7克蛋白質 市售是多少 大概2.5以上 哇 3 對 是厚豆漿是不是 厚豆奶 對 那喝起來的口感也會 蠻圓潤的 就是很厚 大家有喝過嗎 有 真的很厚 因為外面就是稀稀的這樣子 對 其實我覺得沒有對跟錯 或是好或不好 習慣吧 對 我後來發現其實 有些人既然喜歡 喜歡濃豆漿的話 那試試看我們這個 他喜歡的話 我當然很開心 那如果有些人 比較喜歡外面吸的 那我覺得也OK 我覺得就是 對我來說 豆漿只是一個媒介 重點是想要用豆漿這個東西 跟大家溝通 我們在做的事情 我們想要創造跟人真實的連結 然後創造一個好的產品 那你覺得什麼是跟人真實的連結 是因為有這個實體的產品 然後跟你有所接觸 還是你的定義是什麼 什麼是真實的連結 嗯 像我之前有一個顧客他 我後來就是看他訂單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他基本上 相當於每一天喝掉一切末的豆漿 就一個月可能花掉 喝掉三十幾罐 然後我可能就跟他 傳個訊息 問他說 我能不能就是訪問一下你 我才發現說 其實他是一個長距離的路跑的 每天都會固定在長距離路跑的人 然後他非常需要豆漿 然後我才發現 他會踏上這條路跑的路 是有他的故事 然後我會覺得說 如果做一個品牌 能夠真實的跟人有所連結 而不只是單純商品上的買賣 那我會覺得是一個 隔壁促銷更有意義的事情 嗯我想我懂的這個感動 就好像是我們在 就是一種你的服務 去改變了他的 或是參與了他的生命 參與了 是 對對對的一部分 然後讓你就是 讓這件事情 雙方都本來是 如果我們各做各的 就是都毫無認識 你也沒有創業 他也沒有買你的產品 或是接觸到你 那我們的生活也不會不好 就是只是這樣而已 但是因為我們相遇了 就有一個加成的效果 對 就互相改變彼此的生命 這件事情 好像我們就相遇了之類的 嗯 然後可能我們 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能平常喝 液擦的豆漿 或是銅擦的豆漿 但是我們 甚至不知道他們 創辦人到底長什麼樣子 嗯 的那種感覺 嗯嗯 所以為什麼當初會 接觸到 就是 路跑這個選手 就是你有去訪問他說 你怎麼認識到我們的產品嗎 嗯 因為他其實 這個就 比較是回歸到 豆漿的需求面 就是因為他其實 一直在找能夠 補充蛋白質的 單方便快速的產品 但是他認為 他覺得 外面的豆漿 蛋白質不夠 所以他必須要去攝取 其他的食物到 只是說他的熱量 也連帶去攝取到了 所以他才想說 那要試試看木蒸豆 那沒有想到 他就是蠻喜歡的 所以就一直訂購下去 也才讓我有機會 去發現到 居然有個人 就是每天喝一罐 哇這種就是 我們說的頂級客戶 回購率百分百 而且量 就是很穩定的在成長 而且他可能之後 變成你的狂熱粉絲 會免費幫你就是說 喔這個豆漿有多少喝 多少喝 對他確實目前 是在這樣做啊 其實每個企業 都會很想要追求 這種狂熱粉絲 然後讓他變成一個 很棒的領航者吧 他就是口碑行銷的 一個擴散 真的很不錯欸 我們銀色他們 有這種客戶嗎 好像 我相信一定會有 好像是 目前啦 目前老實講 就是贊助者比較多 贊助者 像最近我們有接到一個 叫 我們叫什麼 叫小玲好了 就是小玲 是我們的一個贊助者 他從我們在 還沒有發起 折折群眾募資案之前 他就開始關注我們 而且是持續穩定的 一直在提供 就是幫助 贊助 還會轉發什麼的 而且有時候會 透過IG的線動 就跟我們互動 然後我們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前幾天吧 我們就是最近在跟弱勢長輩 就是有發起一個 小小的小型的活動 就是因為在我們送餐的 一年來的當中 就是發現說 每一天送的餐盒 都是拋棄式的 就是一家一市區的 一些弱勢長輩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這樣子不是很浪費嗎 我們午餐晚餐都要送 不把環保是不是 對對對 而且加上說有一些長輩 其實我們的餐點非常用心 然後如果用一般的那種 拋棄式餐盒 看起來就有點一般 但如果你用環保餐盒 他拿起來是重的 對 那看起來好像也 對對對 看起來很澎湃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想說 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有發起了 就說希望就是 以加一市 因為加一市其實是台灣 就是服務員比較小的一個城市 很適合做一個試驗 然後我們就說 那有沒有人要贊助 這個弱勢長輩的餐盒的費用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贊助 都是餐點的費用 不能把這個經費就是 混淆 對不能混淆 不能拿A款去用B用 對 所以我們就說 那這件事情是獨立開來 有沒有人要用 那就沒想到 那個狂二的粉絲 我們只能說 他是一個始終的支持者 很好的夥伴 他就是 說他最近 易賣了一個睡袋吧 然後就是說 有 因為他的那個 易賣的睡袋 其實價格還蠻高 單價有六千塊吧 然後就是說 他完全不要拿這個費用 就是 就是有人買的話 然後就所有的 賺的錢都是在 去購買這個環保餐盒 對啊 實在太好奇了 你們有問他 是為什麼會 這麼的喜歡你們嗎 我覺得可能是 因為我們一直有 讓他看見說 我們有真的在幫助 長輩這塊 其實我覺得這就回到 我們跟 木珍豆的一個共同點 就是 就是剛才像 圖士邊有說 我們在買那個 易叉的豆漿的時候 我們可能不會知道 這個創辦者的一個 更親切的一種感覺 他們離你太遠 他們是就是 加工生產線 很大規模 但是並不代表說 我們現在不想要追求 那件事情 而是說 在我們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提供的價值是更 有血有肉的感覺 就是讓他能夠 體會到我們的 熱情 然後體會到我們的 理念被感動 然後這份會 導致說我們在發文啊 或是在互動的過程中 會帶給他們 更直接的感受 就是好像 像我剛才在我的 Gmail又收到那個 某某市集 群發的電子郵件 那就是公版的 就是 就長那樣 可是像我們 或者是像你們 就是我們在創業的過程當中 給出來的訊息是很 很有溫度的 對 客製化的 對很客製化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而且裡面有時候 還會有一些錯字 代表這是 對 就是說會更有溫度 更有連結 人味一點 對就是回到你說的 就是 很像的地方 就是那種跟人有連結的部分 對 而且剛剛提到這個小玲啊 我真的也是 要在這邊 還是要真的很感謝他 因為他有在留言處說 這個錢是怎麼來的 他是稅袋 義賣稅袋來的 他完全沒有把這個公司 歸功於自己 他反而是說 感謝這個 下單 稅袋的蔣先生 說他很低調 用他的名義捐款 贊助這樣子 所以感謝蔣先生 就是 就是義賣的錢 全數給我們 他等於是 完全沒有提到自己吧 在這個義賣的過程中 就是有一個 就是有點邀功這樣子 等於是把所有的東西 對都是在 就是一直在感謝其他人啊 對啊 好 我剛才被推了一把 對 因為他嘴巴如果離開那個 麥克風的話 因為我坐中間 我頭要一直這樣搖 所以我會偏離那個軌道 好 了解 所以其實如果以創業 我們現在在創業的角度 會很希望說 可以培植這樣子的 狂熱的粉絲 那是說很 非常了解你的理念 而且他也會用行動 具體的 而且是長期的 高頻率式的支持 就像你的路跑選手 對 沒錯 我現在已經其實有累積 到目前為止 有兩群人就非常喜歡 木針斗 我自己也非常意外 跟我原本預設的 可能不太一樣 一群人就是像剛剛提到的 運動愛好者 那可能像是有職棒球員 然後像是 剛剛提到的 路跑的人 那另外一群人其實就是 非常重視家庭健康的媽媽 然後這個媽媽 其實這也是 為什麼今天會 想跟銀色大門合作 因為我後來發現媽媽不只是 想要買給自己 買給小朋友喝 她其實也非常擔心 住在外縣市的長輩 爸媽媽 因為他們的行為 其實是 比較少在開火的 但是 最平常其實蛋白質摄取不太夠 然後爸媽就會擔心這樣 所以我就想說 原來你們固定在買豆漿 不是給自己喝而已 還是寄到外縣市 給自己的長輩喝 那我覺得是一個非常貼心 也非常 因為我覺得 真的要每周見面很難 有了自己額外的家庭之後 所以 我還想說 銀色大門就是 一直是目震斗想要合作的對象 太有榮幸了 這個很期待我們未來 就是會陸續推出的一些 合作的企劃 有算的產品 會上架 可能之後會上 就是上到我們的官網 或者是 之後我們會有 一系列的活動 然後因為像 之前 在臉書的活動 要在這邊講嗎 不要 我剛才被死眼神 欸欸欸 我是因為她嘴巴 會一直離開那個麥克風 我剛才不應該坐這裡 對啊 你有強迫症欸 因為那個聲音 其實聽得很出來 喔好喔 對 那我就固定這樣子好了 哈哈 我剛才都什麼忘了 就是說我們有很多的活動 就是可以請大家 多多支持這樣子 好 OK 那我們要分享一下今天的活動嗎 喔 對 大家是 剛剛 剛剛我們有說 就是 欸 我們這邊有給一個折扣嘛 對不對 因為現在聽到這邊的聽眾們 是不是對於木珍都豆漿特別想喝呢 喔 對 到底有多不一樣 而且你也不一定要買給自己啊 就像你說的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買給家人 現在有網路商城嗎 就是木珍都要在哪裡可以買得到 其實我們有官網 所以其實只要搜尋 搜尋木珍豆就可以找得到 木是哪一個木 木是水部的木 其實我們木珍豆的原意 它其實就是滋養台灣土地 嚴選的豆子 木是滋養的意思 蒸是嚴選 我以為是滋養 你Claire吧 Claire選的豆子 因為那個蒸剛好也是你名字的蒸 對剛好的 蒸選蒸選這個名詞 是 木就是沐浴乳的木 然後蒸就是田腹蒸的蒸 是 然後豆就是 豆子的豆 木珍豆 真的是死刀跟田腹蒸拉在一起 那是土四邊的個人愛好 對 然後就是上網搜尋之後 可以直接見到官網 然後就可以直接下單 那今天的折扣碼是 Silver Gate 對 我今天因為非常 就是很期待來到銀色大門 所以我就是特別設定了一組折扣碼給大家 那待會會放在下面的敘述欄 那折扣碼就叫做 Silver Gate 銀色大門的意思 那我們就會直接限制100元 哇 它的拼音就是 S-I-L-V-E-R-G-A-T-E Silver Gate 謝謝銀文老師 對 謝謝 Silver Gate 不是Golden Gate喔 哇 剛才有人口誤成這個樣子 Golden Gate 欸你們不是Golden Gate嗎 哇 欸沒有講綠色大門是不錯的 綠色大門感覺好像在賣那個夜黃樹還是什麼 夜黃樹 OK 所以就是直接輸入這個折扣碼之後 在官網下單就可以得到100塊的折價券 對 直接折底 就讓大家嘗試嘗試看看 那如果有喜歡的話甚至還可以寄給長輩 然後是 也算是支持銀色大門這個理念 因為我真的覺得長輩是一個 嗯 心理上會特別 我曾經遇過有些長輩 可能其實家人很關心他 但他會自己有一些幻想 就是說 大家都不要他了 對對對 然後我真的覺得就是還蠻難過的 嗯 如果送上一點小心翼 有感受到大家關心他的一個實質上的幫助 對 其實那我們跟科普一下 就是為什麼長輩對蛋白癌食是很需求的 其實在我們送餐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跟營養師合作嘛 嗯 那營養師就會就是非常強調是長輩的蛋白質的攝取 不可以過多 那到底是要多多 這是營養師的專業 但是為什麼他的蛋白質很重要 是因為很多長輩有肌少症 對 就是肌肉比較減少的症狀 肌少症 那這樣會導致什麼困難呢 就是因為他蛋白質攝取不夠 然後他可能又不方便 就是料理一些什麼 或者是說他有料理 但他的蛋白質還是不夠的時候 那可能就是要補充豆漿啊 或者是多吃有蛋白質的食物 對 那如果有肌少症會怎麼樣 就是他可能會 他本來就老年了嘛 就雙腳比較無力 那再加上肌少症的狀況就更無力 所以很容易跌倒 那這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如果你跌倒了 然後長輩你老了 想說好累喔 就懶得自己去下廚什麼的 那不是又有營養不良嗎 所以其實要預防肌少症 很重要就是蛋白質要補充夠多 所以如果你要買給你自己 還是你的家人 或是你的阿公阿嬤 那其實是可以幫助他們多補充一些很棒的蛋白質 所以木蒸豆就是現在有幾種口味 是黑豆 剛才說黑豆跟一般的黃豆嘛對不對 就是兩種口味 對 我們現在就是純粹就是很天然的這兩種口味 就是黃豆 我們選用品種是台灣的 叫做高雄選10號黃豆 跟台南5號的黑豆 對 這好專業喔 那你知道為什麼會有什麼號嗎 幾號幾號 他們就是農改廠 研發改良出來的品種名稱這樣 欸 我很好奇耶 像是因為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是在做葡萄酒產業的 那所以就是他常常會辦最常的活動 也包含咖啡也都會辦的活動就是試飲嘛 是 對 試杯 那豆漿這邊 木蒸豆有做過這樣子的一些相關的活動嗎 其實我們那時候在八月份 開正式的營運之後 是有辦一個試飲會的 然後當時 現場還有偷偷來的一些通路 然後就是 原本對我們沒有興趣 因為他們覺得我們太新了這樣 嗯 太小這樣子 對 太新了 對 然後他就是來現場 偷偷坐在底下 就是聽我分享 然後來試喝 然後沒想到喝完之後他很喜歡 就我們才開始真的有辦法合作 好棒喔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是有辦過這樣的試飲會 但就辦過一次而已 但其實我接下來是有想要規劃每個月 可以辦一個一場見面這樣 真的喔 那你要不要來嘉義就是來辦一場 可以啊 可以啊 真的假的 我們先找到人吧 嘉義沒人嗎 為什麼要笑而不答 我相信會有的 尷尬 很有禮貌的說法 尷尬又不是禮貌的微笑 嗯 好喔 因為我知道就是 木貞的就是有一個堅持是 你想要三飲共好嗎 就是在地的小農啊 然後或者是你想要 創造是減少碳足跡 就是說用台灣的大豆 才不會說 碳足跡的里程數會過高 然後造成可能是 對於地球不好的浪費 但是 這邊可以幫我們 就是稍微介紹一下說 偷看小蟲 好可愛 好可愛喔 剛才Claire就是 把我的手稿搶去 想說現在再問哪一題 對對對 開始恍生 對 因為有提到說 再度的深度連結 在地的深度連結 所以之後是有可能會到 剛才說的產地是高雄跟台南嘛 是有可能會去那邊參訪 可能大豆的製作過程嗎 嗯 了解 我回答這一題好了 就是 嗯 剛剛提到我們想要做的 不管 想要 嗯 好 重來一次 就是 我其實希望 木針豆所有 從上旁邊的所有的人事物 都是可以有一個 好的正向循環 所以包含就是 我們使用的豆子 其實我現在是跟 在桃園的一個 五代世家都是種大豆跟水稻的 他們其實就是種 像剛剛提到的兩種品種的豆子 那我們也一起配合了幾場食農體驗教育 我們的目標是 希望可以讓住在新北 台北市的孩子 也可以去碰到這樣子大自然 然後也真的知道 自己吃的美麗飯跟豆漿 是從哪邊來的 我們去親自去採 體驗採毛豆 因為大豆其實小時候是毛豆 所以像這樣子的食農體驗教育 是我們一直想做的 嗯 所以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想要做再度的 在地的深度連結 這個詞到底有多難唸 真的我剛才也唸錯欸 在地深度連結 這是什麼可怕的 考文周周 反正就是 都市傳說 到當地啦 就簡單來說 對我們確實有這樣子的計劃 我們一直都有在 做食農體驗教育等等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覺得減少探足跡這件事情 大家應該每個人心中都會有 這樣的渴望 畢竟真的越來越熱 因為其實減少探足跡 我是之前不知道這個名詞欸 超扯 是那個咖啡邊跟我講 我才知道 因為以前我也是不在意 我知道環保很重要 我知道 什麼 小農很重要 但是我不會去很深度的理解說 為什麼重要 我知道大概就是說 欸那可能現在露衣 露衣擦 咖啡有在用小農啊 或者是全 全擦的咖啡有用小農 然後 可是不會去很深度的理解說 為什麼小農需要被扶植 需要被支持 這件事情是到銀色大門之後 我才比較深度的了解 嗯 然後才會 嗯 了解了之後你才會更支持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這樣 是我覺得是很多故事沒有被看見 我覺得如果 嗯 如果以一個理性的人來說 要去 認同小農獎的情感面 我覺得會有點難支撐 嗯 他必須 嗯 我也是在跟幾個農夫接觸之後 像是那個農夫朋友 才知道說 其實他們 真的很努力在維護這片土地 他們其實有很大片的地 他們賣掉之後 都可以讓他們自己變得很有錢 可是對他們來說 種農跟 嗯 艾滋面土壁是他們一生都在做的事情 他們賣掉這土地 嗯 享受了那麼多錢 其實他們也 不知道要做什麼 嗯 所以我發現說 原來他們 都在堅持做這件事情 嗯 那我覺得 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是食物里程 跟探索機好了 對 就是說剛才Claire有提到嘛 就是大部分 大牌的這種供應商 跟就是銷售 銷售者 例如說 益叉啊 或者是什麼 光叉 為什麼不能講他們的品牌 他們其實充斥在我們的生活 好 對 反正就是說 這些大品牌 我們在超商都可以買得到的 通常都是進貨加拿大 或是美國的黃豆 那可是 你去想 如果要從美國 加拿大運過來 是不是要經過 可能是航空 大部分應該是海運為主 那這個海運不是 常常就是會 你用想的也知道 就會花很多的石油啊 碳足機 這就是為什麼碳足機很高 就是它的食物里程 食物里程跟碳足機 是不同的名詞 但其實它的概念是很像 就是說 這個食物要運來台灣的時候 這個花的里程 花費里程 如果越高 那當然相對的 碳足機就會越高 它跑了多久這樣 對 就是那個貨船 輪船跑越遠 它的那個黑油就釋放的越多 而且你在過程當中 也會浪費很多的 你也要從產地收割 然後油菜要幫你運到港口 這件事情 那還不如直接從台灣的 在地的農產 然後運到在地的供應商去 去做這件事情 是可以大大的縮短里程 其實這樣的好處 還有一個是 可以就促進台灣的 那個糧食自給率 是 這部分Claire上次 我們會印象很深 也有再多提到這一點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 也不知道台灣的糧食自給率 是多少 我覺得可以請Claire 分享一下 這個其實我也是 跟農夫深度交流之後 我才慢慢有一些概念 就是說他們其實很注重 台灣的糧食自給率 他們 像是他們就提到說 其實像這次疫情 台灣之所以有能力 可以供給一些水稻啊 出去給其他國家 沒有農業的國家 像是東南亞等等 其實也是因為台灣真的有 在某些的農作物上面 有一些自給率 所以對他們來說 有自給率 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 自給率就是 自主的能力啦 就是有 可以自己種 就算我 為什麼這很重要 就是因為如果今天台灣 都被這個 可能是因為國家政策的關係 被封殺了還是怎麼樣 我沒有辦法再跟 好假設加拿大跟美國 再也都不會運 黃豆賣給我們了 那請問這個本來依賴 長期依賴著他們 貨源大豆的這些廠商 該怎麼去銷售 該怎麼去製作這些豆子 那這樣子平常 像那些早餐店 什麼四海遊籠 還什麼的這種 是四海遊籠嗎 四海遊籠不是早餐店 sorry 永和早餐店這些 他們每一天都要做這些豆漿的 那不就是一瞬間 就失去了供應員嗎 其實我們之前在讀的事情是 台灣糧食的自給率 以水稻為例 其實是30%左右 這意思是什麼 就是當我們沒有在做這個外交 沒有在做這個 那叫什麼啊 貿易 我們沒有在做貿易的時候 對對對 我們大家都不要賣水稻給 我們不要進泰國的 也都不要進任何一個國家 就是只靠台灣 其實只有30%的量可以供應 所以剩下70%我們要自己想辦法 那我記得說大豆這邊 你是很驚訝於數字很低嗎 對我其實並沒有去特別查特定的數字 但水稻30% 那更何況大豆並不是我們台灣主要的農作物 所以水稻其實蠻常見 但是其實你會覺得很驚訝說 為什麼只有30% 原因是因為我們當然也會有部分要外銷 其實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台灣本來就很小 土地能夠利用的面積是很破碎的 所以就是說其實我真的覺得要做這個豆漿 這塊產業真的非常不容易 因為豆子已經比水稻還更少了 所以其實台灣的量 就是在豆子的自給率是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應該是比水到底很多 因為這不是我們的主食啊 但其實大豆有很多的 應該說很多的大豆都堆在倉庫裡面 又沒有被利用 沒有被利用 沒有被看見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 很可惜 讓故事被看見很重要 大家之所以沒有用是因為不知道 那現在有類似的品牌也是 就是類似的概念嘛 他也是用台灣的大豆 然後去探訪台灣小農的故事 然後去販售產品的 我覺得有欸 我覺得都蠻好的 就是大家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漸漸越來越多人想要做這件事情 支持這件事情 那你如何看待這麼多其他的相關的品牌 也是在做 就是一樣是推廣 你是如何去看待呢 我跟農夫的想法都是覺得 我覺得是競爭也是合作 就是我反而覺得是合作 嗯嗯嗯 因為我覺得要一個人 靠一個人的力量去教育市場太難了 嗯嗯 欸其實我們真的蠻多共同點 雖然說產業類別不同 對 因為我們最常 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是因為我們最常也會被問到一個問題 是因為我們在做老人送餐嘛 是 他就說欸那那個紅道啊 什麼的基金會有在送餐 那你覺得你跟他的關係是什麼 那我們就說 總是被問這一題 對我們就說其實這個問題在我們創業者 我覺得啊我們個人覺得答案是很清晰的 如果你要競爭 就是這個對整個市場 還有對你自己也都不好 你要花非常大的錢去 或是很大的心理去跟他們對抗 可是你會不會去想想 我們可以怎麼樣一起共創 對所以我們就會說 當然這個簡單啊 就是我們都是一定是合作的關係 基金會一定有他的難題 他送不到的我們去來幫忙送 所以就是差異化吧 就是我們要追求是差異化 也不是說一定要好像我把他打敗打垮這樣 這樣並不會對這個豆漿的產業有幫助 對 也不會對老人送餐這個有幫助 對 我那天到一個很有趣的說法 他 這個我覺得可以在 大家可以在思考說 這觀點是不是對 但我到目前為止思考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就是他說 這世界上任何事情的運作 都是三者 三角關係 如果小一方 其實這個東西關係是不常 只會走不遠的 就很像是比如說老公 老婆跟小孩 或是老公老婆跟寵物 寵物之類的 那如果消費者跟品牌 沒有競爭者 那就很 就是這個關係就不存在了 就走不遠這樣 對 其實我們之前有在經濟學 有學過一個就是寡占 其實寡占其實是很少很少數的事業 所以我覺得 因為他們其實有長期市場 這樣子rump下來 就大部分要有不同的交換 它才會有進步 所以其實我也會覺得 這是一個合作 而且會是互相成長的關係 嗯 很巧我今天也是在就是捷運上 就是來台北的高鐵上 就有看一本書叫 射器四門好生意嗎 裡面就有提到一個例子 就是多福接送 多福接送還是什麼 全民的那個名字有點忘記了 就是他是在幫弱勢者 像老人啊或是小孩 這邊他們有一個接送的 一個車子接駁車 然後他也是一個社會企業 然後他們一開始就是 先發想這個概念 然後事後他們真的做起來了 結果被一個大公司 知道他們的商業模式 就是快速的複製之後呢 當然就做得更大 因為他們資金是更雄厚的 那後來就有一個糾紛 就說你抄襲我的商業模式 然後後來好像走到法律的訴訟 然後那邊大公司的說詞 就是說 為什麼這麼好的事情 不可以這麼多人一起下來做 因為就創業者來講 我們當然會覺得說 我們寡餐這個市場是很好的 因為就不會有人 來跟我們分這杯羹嘛 但是就消費者的立場 他當然會希望說 越多人來做越好 因為一方面我們會進步 一方面消費者會有多一點的選擇 就像豆漿有很多台灣的大豆 可能有好幾號的大豆 在等著我們用 那可能其他品牌就是選其他的大豆 那一樣是台灣的大豆 那是看最後大家喜歡什麼口味的嘛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覺得怎麼看待說競爭者 我覺得就是他一定會出來 因為這個東西代表有人被複製 就是代表他認同你的概念 那這個東西是好的 而且有市場 就是大家一起下來做 這樣子更好的 這樣子 但是我要坦承 雖然這樣子講起來 我們好像都頭頭是道 好像很高尚 但是老實講 有時候看到某一些單位 或是被講的時候就覺得很不爽 想說 怎麼我們跟他不一樣好不好 對不對 就是想說 哪位啊我們才怎樣怎樣呢 就是還是會覺得有點不爽 我們有時候也會試想說 會不會之後會出現一個 真的有一個叫Golden Gate 對 然後他媽的就是什麼全部都複製 然後只是撒錢而已 那就是我覺得這也是 有關你的自信啊 你到底有多自信 就是說對 就不管怎麼樣我都可以 拿出我的差異來 對 就像木真豆跟其他的這個 小農的 或者是相關什麼豆漿的品牌 就是要拿出你那個獨一無二的優勢 這樣子 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 欸豆漿很難做欸 然後我心裡就會想說 對 到底有什麼好做的 就是現在世界上 如果真的要講好做的生意 就會很無聊啊 就是我們如果真的只要去探討說 欸這很好做 或者這很難做 到底那些人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那個好做的意思是什麼 是很賺嗎 還是就是他們是以經濟為去做考量 還是怎麼樣 什麼是好做 還是容易呢 哪有什麼事情是容易的 我覺得大部分人會覺得說 前面已經這麼多人在做類似的事情 為什麼還要再做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有點像是別人會說 現在UberEast跟熊貓就已經在送餐啦 那你說銀車大門他要送長輩的餐 那就是叫他們再多一個 新增一個銀法餐 那不就好了 那不就解決了嗎 而且甚至好像就 真的就是很容易啊 因為他們現在規模已經搭到 已經跟全聯 跟Seven跟全家的合作 再來跟一個基金會合作 那也不是什麼難事吧 嗯 這也是我們會遇到的煎熬的問題 可是我們就會要去 不是嘴巴講講說我們的差異化這樣 像我們的差異化我們一定可以說得很清楚 就是老人送餐以外的 像是未來他不是餐點 他可以購買豆漿啊 這只是產品物質化的部分 還有心理關懷的部分 因為像我們送餐到現在 我們加入藝術關懷的部分 就是送餐一年了還是有長輩跟我們說 他還是想死啊 他還是就是很憂鬱 他還是一直在抱怨著 他的兒子怎麼都沒有回來 那這樣的問題不是餐點 他的溫飽就可以解決了 也不是UberEast 他送的到底有多有效率 他的平台介面有多好用可以解決的問題 因為他資源就始終 就是包含心理關懷這一塊 藝術啊或是互動 所以我們就要站穩我們的這個差異化 但是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我們每次都講得很厲害 然後就是報告有沒有 不是報告的那個簡報啊 都會講說我們呢 注重什麼什麼的 但是心裡還是會有覺得 真的嗎 可以嗎 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都還是會有自我掙扎 對對對 那現在就是要探討比較黑暗面 就心靈純面的 來囉 你要去哪裡 就是創業的東西講到 我覺得我自己看創業的東西 我也會比較希望是看到創業者的故事層面 因為大部分我們看到這些故事的時候 都已經是很成功 像星巴克啊 或者是巴菲特 或者是現在貝佐斯 都已經那麼成功 我就是很想看到最慘最慘的時候 是怎麼熬過來的 就你一個人在面對就是那種 很煎熬啊 或者是很挫折的時候 你都是怎麼撐過去 或是你怎麼告訴自己這個信念 你要繼續堅持下去 其實我覺得我還沒有到很黑暗的時候 因為它才從三月開始 我相信 我相信 當然有黑暗的時候 但我相信這絕對不是我最暗 最暗的時候 不會是我最慘的時候 我一定會有更慘的時候在未來 我覺得這樣很好做一個 算是最壞的預備 這樣也還不錯 所以你覺得你是樂觀的人 我覺得我是樂觀的人 對我是 就是你如何定義樂觀 就是你知道你在 我知道我在面對一個 不是很好的狀況 但是我知道 事情總會變好的 一定會變好 就一直抱持這個信念 對 也許只是要轉個彎之類的 了解 所以之前我知道 我們剛才節目前有聊到說 Claire之前有做正職的工作 然後你甚至有到美國 是打工度假嗎 還是 那段可以講嗎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是打工回來 就是美國回來才決定創業 還是在那之前就決定要創業 是一直都想 但是 怎麼說 一直都有這個想法 關於度假的部分 就剛剛有提到是 延續想要延續媽媽的味道這樣 那 我 但是我沒有立刻就行動 因為畢竟我知道 創業還是需要一點 比如說你要先知道 你怎麼看 怎麼執行 所以我還是有先工作 我過去有 三 如果算正職工作的話 大概有三四年的時間 那我 我需要分享一下 之前做什麼 可以的話 可以嗎 有相關嗎跟創業 你覺得有幫助嗎 如果想要聽的話 我們就來就是 在敲碗 我們再來額外邀Claire 再錄一次 我覺得這節 我覺得這主題也蠻有趣的 就是講創業之前 一定有關係 對 其實會比較好奇的是 那個當下的決定是 從何而來的 想很久 想很久 突然已經有一天說 好 我要辭職 的那個瞬間 幹嘛 為什麼要 幹嘛為什麼要 一個驚嘆 一個往後退 一個綜藝 綜藝 綜藝驚嘆 它沒有跌 怎麼樣 是被老闆欺負嗎 也沒有欸 其實老闆對我很好 還是被老闆感動 因為老闆也是 創業起家 就是很好奇 那個衝動是 那個瞬間 那個衝動 那個畫面的瞬間 就是 是什麼 一定有什麼東西 導致了 這一路以來 蔓延的一種想法 一直在蠢蠢欲動的 創業的渴望 終於爆炸 對 這段好長喔 其實如果簡單來說的話 就是 我真的覺得數位轉型很難 那我之前在公司負責的 是 就是會員經營 結果我們這樣還是叫 沒有啊 大概講一下 OKOK 那 它會需要 去改變一個公司的文化什麼的 然後也需要 總之其實我覺得 就是在這個領域上 有一點飽和了 那我其實也想要出去看看 嗯 那這個時候有一個新的機會 找上我 然後是做 嗯 算是老闆特助這樣 那負責是軟體的部分 然後我就毅然決然的去 就離職這樣 嗯 嗯 這段可以說嗎 其實就是 當然就是跟他聊 聊過之後發現 其實我沒有那麼喜歡軟體 喔 後來發現說其實我真的很想要 自己出來 喔 了解 就是有點像在 逼得要面臨兩個新的選擇 要嘛就是不要 對 要嘛就是要換一個新的一個 不同的職位 是 然後再開始必須要去審視自己 到底對哪件事情是比較熱忱的 對 嗯 我覺得就是還是會講到Follow的 這個中心思想就是 找尋自己的熱忱 因為我最近也在跟一個朋友聊天 然後才發現說 並不是每個人都知道自己 要做什麼 他的不知道不是說他不努力 而是因為他很努力去找尋 但是他始終找不到 他也知道這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他就是找不到 我覺得這樣很難 我覺得認識自己是一輩子的事 嗯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情也可能是 我們的節目想要給聽眾的一個 管道吧 對就是你可能聽著聽著就發現 欸你也想要來試試看做什麼事情 那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想像空間 出發點 對想像空間 你也不一定要馬上全身的投入 你可以利用下 下班的時間 然後有空的時候做 經營這件事情 我覺得 就不錯 就是一個嘗試啊 嗯 對 然後 你為什麼 幹嘛 我在聽 很意境深遠的在看著他 我在聽啊 他看到我的腦海裡 看到你閉嘴就覺得 好不習慣 我是有多 這番屁話是會剪掉的嗎 這番屁話是會剪掉的嗎 是不會的喔 這哪是屁話 這很重要欸 這很重要啊 我跟正向我的意思是說 他顯露出他那個 Lasher的樣子 你覺得 你給我講清楚了 然後一段是屁話 你給我講清楚 我意思是 你剛剛說 一經深遠後面那一段 還是會放啊 還是會放啊 還是會放喔 你可能沒有聽過我們的節目 更多的屁話 還有什麼隔壁鄰居拉鐵門的 那種屁話 我們都會放 所以沒有鐵門人士 發了我是會覺得 有點怪怪的 有點懷念 想要是在聽誰的 結果他就說 你們不是有那個銀色鐵門嗎 就是一直亂記我們的品牌 這有沒有鐵門的音效 自己自備 好 尷尬囉 對 那家人支持嗎 就是 家人知道你要做這件事情 家人其實不支持欸 真的假的 其實看著你的 因為我們有那個 臉書好友嘛 就是滑了一下 就是想說 感覺你們家人應該就是 一個表象啦 就會隨便亂猜測 因為每個人就隨便亂猜測 每一個人嘛 然後就想說 這個人應該就是 大家都很支持這樣 因為看起來都一直是笑著的 對 然後就是 而且也很行動力滿滿滿這樣 想說 欸這應該是 備受祝福的這樣 備受祝福 其實沒有欸 真的假的 最大的壓力來源就是 父母嗎 父母欸 就會覺得說 好好工作不做到底在幹嘛 所以到現在你們還會吵這個 嗯 我還在調整我們的溝通方式 但現在比較像是 不過問這樣 喔 現在是都不講話嗎 欸會講話 但是可能就避開那一段 喔 蛤 我以為就是 木針豆的創業理念 是為了承襲 就是媽媽的味道 媽媽的 怎麼會反對呢 因為她會覺得我太 我們會覺得太辛苦 喔太辛苦 所以其實媽媽比較擔心嘛 那爸爸的想法是怎麼樣 覺得 阿妳剛剛之前那個特助的工作不是很棒棒 為什麼要 我覺得爸媽都會是用責備擔心 來取代他們 最真心的想 對對對 他們其實就是關心 了解 她可能會說到底賺錢了沒啊 然後這句話聽了就很刺了 了解 就很像問研究生 欸每邊 到底畢業了沒啊 欸論文學怎麼樣 每邊到底畢業了沒啊 管理屁事 她講管理屁事沒有那麼平衡 她平常就是 管理屁事喔 管理屁事喔 哈哈哈哈 謝謝 喔 所以妳現在還在努力的跟家人就是 也沒有說非常努力的想要幹嘛 就是希望說在逐漸的溝通過程當中 讓他們看到妳真的是來真的 但是越來越好 欸來真的 那個真是 來真的 我跟妳好笑喔 妳聽懂我們的笑話嗎 來真的啊什麼意思 妳看她後面聽不懂 真的啊 你的真啊 你的真啊 來真的啊 她不覺得好笑啦 不好意思 我們喜歡玩諧音的遊戲啊 我還是有露出尷尬又不失禮貌 有 她手只是沒有擺出來三條線而已 她有擺了 所以妳剛剛說什麼來真的 那是我講的還是妳講的 妳講的 她等一下又說這個屁話要剪掉嗎 有啦 她們現在就是漸漸的開始 不責備我覺得就是另外一種認同的方式 努力 妳真的很樂觀欸 是是是 其實吐詩篇也跟妳的狀況蠻像的吧 妳家人不也是 擔心啊 也還在 我覺得創業都是這樣的吧 就是 家人一定會想說到底 賺錢了沒啊 但是她言下之意就是 也沒有飯吃啊 對啊 有時候會是這樣子的感覺 對啊 然後 不知道欸 就是 要怎麼講是要哭了嗎 講啊 其實 我們好像在這個節目很少用 我們的角色來去問妳欸 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 我都覺得 我們三個有各自的故事 並不是說我就是特別苦 或是我家人就是特別不支持 因為 美編跟咖啡邊的家人也 也沒有完全的支持啊 所以 沒有欸我家人現在很支持欸 我媽甚至成為我們的顧客欸 但是只有妳是特利啊 特利無 好 謝謝喔 沒有啊 欸妳怎麼逃避妳的話題 喔 妳說家人嗎 我覺得 就永遠都不會停止 為妳擔心 擔心啊 不是為 我覺得也不是專門是為我 而是說小孩啦 嗯 就是一種 來自天性吧 就是父母想要保護小孩這個天性 是不會停止的 嗯 那妳又如何應對呢 就是 說欸有啦有啦這樣子 對 親菜 親菜回應 完全就是我 對啊 有啦有啦 好啦妳不要再擔心了啦 對 OK的啦 超多啦 其實會特別問妳也不是說 好像妳的家庭狀況比較就反對還是怎麼樣 而是因為妳家人好像比較相對 呃沒有在使用 喔對 就是沒有在使用3C的一些產品啦 他們就是很傳統的聽收音機啊 然後看電視 然後電視還是沒有第四台那一種 對 這樣的缺點就是我們現在 即便 因為像我們之前有得獎嘛 就像我們前陣子有得尤努斯的創業的第一名 像這種新聞稿它是沒辦法用手機看到的 我就說那他們習慣看報紙妳就把通通把我們的報道都印出來 然後放在那個桌上 我跟你講 我那天就是把獎杯直接帶回家說 媽我第一名 妳跟家人講話這麼K的嗎 她在講什麼 我回來啦 第一名拿來啦 然後媽媽就說 那沒辦法啦 我賺錢什麼第一名第二名都 妳的心是不是又碎了一次 妳可以跟她講 那獎杯可以壓蒜頭喔 哈哈 不玩蛋餅 因為我只要開早3點了 那她聽妳聽到她說這句話 對啊妳榮幸的拿第一名 應該是很希望獲得 我反而覺得她如果為我喝采 我才會覺得她怪怪的 哈哈 就很像之前那個咖啡店常分享的啊 就是金曲歌王李榮 欸是歌王還是新人獎 李榮浩她得了金曲獎的新人獎喔 然後她回去也是跟媽媽說 欸媽我上電視的 我拿了一個新人獎 金曲獎 對對對金曲的新人獎 然後她媽媽就說什麼 那什麼 妳什麼時候找一個工作啊 妳什麼時候找一個工作 即便是李榮浩喔 已經就是紅遍 就是華人的音樂市場了 她媽還覺得她在玩 就沒有辦法參與吧 就沒有 她看不懂吧 沒有辦法體會 就是 就是音樂可能又會覺得是跟晚房在一起 嗯 所以 所以重點重點 重點是 妳媽媽說 喔那那沒效啦 然後 妳怎麼會 沒效嗎 我就會 應該就是真的是不理欸 就笑而不打 笑而不打 或者是 就是 不是很沉默很尷尬嗎 不然要說什麼弱勢比 如果是 我跟你講我都是這樣回 我說 怎麼會沒有效 這超棒的啊 其實我爸媽也是這樣子 我就一直說 怎麼會不好你 對啊 因為我不懂 我是真心的不懂 為什麼沒效 就是 因為他們的有效沒效 就是用錢來衡量 也沒有辦法養活自己 可是我們這次第一名有錢啊 你就說 我們有能力養活自己啊 你看看 它不是穩定的 你不是每天在得第一名 不是下個月就馬上有第一名 不是只有第一名 而是說這整件事情是可以過利 好了好了好了 你可以算給大家聽啊 這是往前的 這是往前有累積的 對對對 但是我 對啦 我覺得就是家人會一直一直在旁邊 喔 就是 我覺得就是關心吧 把它變成是 轉化成覺得是家人的關心 那 就沒辦法 那就只能這樣啊 因為你選擇這條道路 你就是勢必 會有這個掙扎期 磨合期 對啊 嗯 可是我覺得 以咖啡邊的觀點來講 就是家人可能 因為像我也不是我爸媽現在就好像很完全支持 甚至會成為我們的客戶 而是我在我大一到現在 我一直說我要創業我要修學我要幹嘛 每一次都是這樣不斷的溝通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是要溝通 而不是說 想說就 喔好啦 反正那也就是他的慣性 我們就笑而不打 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積極溝通 對 好 如果現在聽眾有人在創業的話就是 如果家人也有反對的話 就是積極溝通 好 那最後是不是節目也到尾聲了 沒有 再一次 這集很多 那個很紅的字語就很多干貨 對不對 有嗎 很多啊 像我們介紹很多 內容滿滿的 我知道啊 就是例如 像是我們有介紹一些專有名詞 你就算不在乎銀色大門 不在乎木偵鬥 你至少知道台灣的 那個糧食之急 或什麼一些知識 還有了解到我們創業的心聲吧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對啊 就是 對啊 很棒啊 我覺得這集好讚喔 那美編呢 美編還在嗎 沒有 怎麼了 讚 美編覺得這一次的節目怎麼樣 我很認真在聽 或是你有什麼問題 你有什麼問題 想問木偵鬥的創辦人 我覺得今天知識量已經太飽滿了 太飽滿 太飽滿 林鳳雲就算了吧 圖四邊覺得 我覺得創業一個人創業真的蠻厲害 而且加上你是 要怎麼講嗎 女性創業家 我們就覺得更親近 對啊 因為大部分創業家都是男生啊 所以會覺得說 有一個女生為了自己的夢想 然後很努力 很美 我覺得下集我們可以來聊聊 到底為什麼那麼 就是那麼深 好我跟你講我一定要聊這個 真的 上次我們不是有聊到嗎 真的 怎麼會這樣呢 對 覺得很不服 對很不爽 而且人口比是不是女性比較多 對 那為什麼大部分的 為什麼出色的人 我就直接講我們下集的這個 或者是我們某一集可能會聊到的 就是我跟Claire都很不爽 就是說 為什麼那些成功的創業者 大部分我們耳熟能詳的 男性居多 你就講世界首富好了 為什麼沒有女性 我覺得我們要更正一下 就是我們不是不爽這個現象 而是 對於 好 疑惑啦 社會上 可能真的會被一些男性質疑 真的會有 對 那就是疑惑這樣子 其實會不太服 對 其實好 對 也更正一下 我們好中規中矩啊 就是說 不是說覺得這樣子不公平 或是什麼 而是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那 我們有什麼樣的想法 然後想要展現出 呃 可能是有別於大家 覺得女性怎麼樣怎麼樣的 這個想法 這樣子 而且加上呃 女性這一點還有 其實目睁鬥創辦人Clear 他年紀也很輕 到底幾歲啊 可以問嗎 你可以稍微 如果你介意的話 稍微一個range 你是八年級生嗎 30歲以上我可能就會介意了 欸 你現在跟廣大的時候有30歲以上的 道歉 道歉 為什麼介意 30歲不好嗎 不是不是我可能 因為我不知道30歲我的心態是什麼 但現在我不可以不在意嗎 我26 剛剛26 OK了解 欸真的很年輕欸 因為創業 嗯 還是我太老了 你太老了 太老了 你們幾歲 我24歲 咖啡邊24 我25 每邊25 然後土字邊 就是 最老的啦 28年華 28 28年華是16欸 16歲 我未成年這些 我未成年 哇你還有學識喔 好 所以我們最後再說一下就是木真豆這次的活動是 嗯 那我讓我大概介紹一下 好 首先真的非常開心可以來到銀色大門的節目 對 那 嗯 我們接下來就是會在下面放上我們這次的折扣嘛 那如果對木真豆的豆漿有興趣的話 歡迎使用這個折扣嘛去嘗嘗看它的風味 然後 也歡迎嘗嘗看這個高蛋白質的 豆漿 然後也非常歡迎送給自己在乎的長輩或是小朋友 那最後就是 期待 下次再來到銀色大門的節目 對 很開心跟三位聊聊 很開心 我們的節目叫做花惹發露 對 很開心因為Claire的關係 我們有這一次很棒的 空間 剛好是你的朋友又多了 就是更親近的感覺 下次這個音質不知道會不會維持 但是大家就重聽幾次 大家先不要期待 好不好 大家先不要期待 欸我補充一下 如果說你覺得折扣嘛 想說 啊我家人又不喜歡 我自己也還好 那怎麼辦 你也可以買給銀色大門在服務的弱勢長輩 喔對耶 對 那可以寄到我們的公司這樣子 就是 如果有興趣的再私訊我們啦 對對對 我們一樣把資訊放在下方 對對對 嗯 OK 那我們最後就謝謝Claire 謝謝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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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可以在iTunes留下五顆星的評價 在官網訂閱我們的電子報 Follow我們的IG 或是寫email給我們 就有機會得到土字編的回覆喔 我們超級期待所有合作的機會 還有可能 不管你是哪位 都歡迎和我們的聯繫 所有節目中提到的資訊 和我們的聯絡方式 都可以在本集的節目筆記中找到喔 最後 希望今天的節目你會喜歡 掰掰 讓我們互道一聲晚安 最終的到可見 太好了 對 我們也是